时隔十年国务院再次出台新的国酒条制导文件 可以说国酒条在整个发布的文件类型中 它的级别是处于最高级别的 那么就有很多的博主挑来说 中国股市要迎来了历史性的大牛市 并且经济出现蓬勃的发展和复苏 真实的情况是如何 对于公共普通人或者对于股市有什么影响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酒条 可以说国酒条在前面我们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发布是在2004年 2004年的1月31号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这一年发布完了国酒条以后 其实资本市场没有出现多大的涨幅 我们看一下这是历史的走势 总个中国股市是在2006年到2007年 出现疯狂的上涨 然后造成了历史的高点6124 然后第二次是2014年 2014年的5月9号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 健康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 然后我们会发现2015年的时候 中国股市再一次走出了风流 然后整体走出了5178的这一个高点 可是我们要知道前两次 每一次发布国酒条 其实是我们处于一个上升周期 上升周期又伴随着整个房地产的疯狂上涨 其实我们的市场是不缺资金的 只要给够一定的信心 资本市场就会表演给你看到底它会涨得多高 但是这一次我们发布的国酒条 其实我们面临的内外压力是很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布完国酒条以后 我们整个的这种A50的指数 其实没有上涨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和美元的指数 我们离岸人民币现在还位置在7.26 这一次所以说以前的话可能就是给你放出一个利好消息 那么无数人就会无脑的冲 现在很多人给你放出消息 永远都是要逮着兔子 才会真正的认为这个市场会走高 所以说很多的人都会去等待 然后这一次中国股市能否走出牛市呢 我们是持有一个认可的态度的 因为现在是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 楼市现在承接不了叙水池的这一个功能 所以说它只能转移给股市 股市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必须去挑起大梁 这一次国酒条总共讲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讲的是未来的五年 我们要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的发展的总体框架 然后对于整个的资本市场 或者是对于中国的股市提出了 要严格的发行上市准入 也就是说从以前比如说证券会的5% 现在提高到25%这种检查的这一个能力 再有就是对于这种上市公司的持续性的监管 比如说这种所谓的可资源 或者是一些违规的减持 还有就是对于整个这些加大退市的一个监督 其实我们已经是注册制了 根本就不需要可资源 然后注册制它必须要完善 你可以上 但是必须底下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纳斯达克市场的40年的收益率 整体来说 可以说你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 连续投资纳斯达克指数40年 你的财富增长是远远超过很多投资的 你如果单纯的直买指数 你可以说你就已经是一个投资的股神 然后我们再回聊到整个中国股市 其实中国股市一直都需要一个健康的发展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一次为什么和以前的不同 因为这一次上市公司已经有5000多家 而且我们现在总体的资金 每天的成交额只有8000多亿 你如何去恢复到这一个蓬勃的发展 你的资金持续的流动性太弱了 可以说中国现在除了中国内地的股市 还有香港的恒生 恒生的话 现在可以完全的就是一个财富绞肉机 你进去的话 财富你真的很难出现增长 这就造成了很多的一些资金 或者是整个的境外人民币出现 整个的流出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的资本 去打造成一个标杆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 和推动整个的回归本源 还有就是推动一些 相对于来说的中长期的资金区入市 或者一些理财 因为整体随着整个房地产市场的 这个衰退或者是走弱 政府这种土地出纳金的这种收入 其实是降低的 你会发现今年每个城市 开始逐渐的加大罚款力度 因为它需要弥补这一块的区 亏空 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股市上涨 其实可以很好的带动国有资产的收入 再加上带动一些股权的转让 可以很快的去弥补整个我们的财政收入 我们每年财政收入 现在基本上是维持在21万亿 22万亿这种收入 所以说推动股市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但是现在中国的股市股民 可能活跃的只有5000多万 然后整个的基民相对于来说 可能有六七亿 但是大部分的基民其实都是亏损的 尤其是很多的基金经理 美其名曰确实是帮股民去管理 但是亏了连续10年 最后辞职走人了 拿了很多的资金 比如说拿了30多亿的工资 那么对于股民剩下的只是一地鸡毛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严格的去加强监管 还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这种分红的比例 或者上市公司去股份回购 有的一些公司耍流氓 他回购完了股份 等股份上涨以后再卖 所以说我们必须抵去注销这一部分的股票 这种才是体现出一个你上市的责任 再加上就是他们这种上市完以后 快速的分红 并且这种企业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社会责任性 这种都是成为陆续后续监管的重要目标 然后证监会也发布了 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 从调低两年的财务造假 触发重大违法退市的门槛 然后新增了一年的严重造假 多年连续造假退市情形 并且提高了亏损公司的营业收入退市指标 加大业绩差的退市力度 完善市值标准等交易类的退市指标 可以说对于退市来说 未来我们如果真的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股市其实是完全可以走到一万点的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而且又跟说每个交易所 比如说上证深成或者整个的创业板 给他们这种错峰的分开 从正常的大市值 然后整个的重要板块产业 然后新科技 其实只要是你错峰去发展的话 对于整个的中国经济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那么对于经济发展来说 好了其实对于大家的正常的工资收入 也是可以增长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 整体我们一季度海关数据 今年一季度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10.17万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的是5% 对于整个的出口来说 我们达到了5.74万亿人民币 增长是4.9% 进口是4.43万亿 我们增长是5% 可以说这个进出口数据的话 是创造了六个季度以来的新高 所以说整个支撑经济的进出口 现在的话情况是逐渐的恢复 那么我们就差一个投资和消费 如何去平衡投资和消费 对于国内的这种情况 还有大型设备的依旧欢信 其实对于中国的股市来说 现在可以投资的热点确实很多 只要当黄金 或者当这些过度的避险资产 真正的回归到整个的资本流通来说的话 那么我认为中国的牛市 可能会在2025年开始逐渐的露头 这个是一个真实可能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我认为中国的东西 我认为你会发生的一个问题